今年共有530名公共交通领域员工 在国家善心奖奖项中获得了肯定 创下人数记录 另有8名公众荣获了爱心通勤奖 他们都在冠病疫情下 为交通服务付出额外的努力献出爱心 公共交通领域国家善心奖 今年进入了第21个年头 颁奖礼上交通部长王宇康 为24名公共交通金牌奖优秀奖得主 颁奖奖顶 而今年的爱心通勤奖获奖者也增加到8人 其中包括去年10月在地铁系统故障时 帮助助导乘客的国大学生庄维翰 公共交通国家善心奖对那些在交通服务中体现的善举基于肯定 同时鼓励员工和公众打造通畅和谐的公共交通环境 兄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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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兄军